好 这一节我们要来关心 乌克兰国会在11号通过了一项 军事动员法案 删除允许作战超过36个月的士兵 返家的这个条款 那法案呢还把加强对于逃兵的惩罚 制定了新的征兵程序 而且呢我们要再来看到的是 与此同时 俄军呢再度对乌克兰各地的能源设施 是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 至少我们看到是有20万人 他们被迫断电 这让已经深陷困境的能源系统 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更庞大的压力 那我们来看到普丁他的态度了 普丁说这是让乌克兰非军事化的 一部分手段 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就指责西方国家说 你们对我们乌克兰现在要加强 防空系统的这个需求 怎么好像都是视而不见 那乌克兰军队呢 这几个月来在战场上苦撑 急需的这些军援 现在却又在美国的国会受阻 人力跟弹药都是严重的短缺 这些呢是不是都是削减乌军战力的背后原因呢 周老师 这个其实就是泽伦斯基的说法 那因为这个援助法案呢 在参议院通过以后 众议院一直卡着 没有进行这个处理 那所以拜登政府一再的呼吁 国会能够尽速处理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 就是说虽然泽伦斯基是认为说 如果各国不援助他 他就会这个没有办法持续 但当然乌克兰本身也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要克服 比如像说扩大征兵的范围啦 或者是有更多的乌克兰人 能够回到乌克兰去支持自己的国家 不过美国的确也认识到这个援助的关键 或者说美国也希望能够 乌克兰能够认识到说呢 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呢 还需要有乌克兰自己的这个努力 那现在其实你看好 最近一段这几个月 美国有公布说他到底援助乌克兰多少钱 他说过去这两年以来 他援助了大概有740亿左右的美金 那这里头包括460亿的军事援助 那德国也说他也公布了他的援助金额 英国甚至瑞典 一些国家都陆续公布了 他们到底援助多少钱 那所以这个里头当然就是也就展示 像世界展示也像乌克兰展示说 我们西方国家已经给乌克兰这么多的援助 那当然乌克兰其实也有他自己 必须要承担的部分 那我觉得最新一个比较有趣的发展是什么呢 就是说西方国家当然认识到说 还是要持续援助乌克兰 所以最近英国的外长就是卡麦隆 他访问美国的时候 他先去了川普的海湖庄园跟川普谈 然后才到了华府去跟布林肯见面 而他跟川普谈很多人就认为说 他其实就是要说服川普去游说 对他的众议院的议长强生 能够通过这个援助法案 因为事实上卡麦隆到了华盛顿 华府之后他也会跟美国国会议员来会谈 也是要敦促他们通过这个援助法案 所以我觉得美国以及这个英国也好 或其他欧洲国家都很清楚认识到说 援助还是非常重要 但是只靠援助也是不行的 不过现在外界也在猜测说俄罗斯 他既这个莫斯克音乐厅恐攻之后 现在是加大攻击乌克兰这个电网 然后锁定他们非常关键的电力网络设施 桑子格这背后的用意是什么 我想虽然莫斯克的音乐厅 这个恐怖攻击 大家都觉得攻击很多战争难免发生 可是事实上要知道这件事情 对于俄罗斯来讲一直没有翻篇 他们现在还在持续在继续在逮捕相关的人 现在已经超过11个人了 不只是恐攻当时的4个人 所以事实上俄罗斯 包括我看到最近的 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 你看到他们慢慢把背后 整个这个恐怖攻击 究竟怎么策划的 掌握情报系统轮廓越来越清晰 那么至少就俄罗斯的说法是 越来越清晰这一切根本就是指向 后面背后是乌克兰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度之下 我想再加上乌克兰这阵子 前阵子也攻击了俄罗斯的 第三大的炼油厂 这还使得整个全世界的油价 在当天跟后之后几天 还维持波动 所以在这样子的挑衅之下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 最近其实俄罗斯的攻击 真的越来越狠 我们看到的这一次攻击 乌克兰的电网 不只电网 还有火力发电厂 所以这个部分的攻击 真正的影响大的 电网但是整个影响性 它直接攻击三个地区 包括基辅在内 可以说这一家 乌克兰的这家电力公司 所有的最主要的 包括发电厂跟电网 已经百分之百全部被破坏了 要知道其实对于基辅的电网 因为对影响在那边的 包括居住的民众跟难民 非常非常深 你没有电 所以事实上在去年前年部分的攻击 一度已经对于基辅很大影响 但是他们慢慢修复 结果这一波基本上 又重新再摧毁 摧毁到谷底 那么这次摧毁的 我们来看真的很惊人 5G方面也许 大概校尾也可以再补充 他这次大概做了82枚的 整体的部分的飞弹跟无人机 而且还包括了6枚的 匕首的极英素飞弹 那么其他的飞弹有些被拦截 极英素飞弹这6枚 完全没有被拦截 也主要是这6枚极英素依反 对这些电网跟 包括火力发展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所以你看 打一张仗 当你现在在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你用什么样的武器 花多少钱 你就知道俄罗斯这一次是 真的非常非常火大 因为现在刚刚讲 他怀疑莫斯和恐攻 虽然包括ISIS认为 宣布是他们的 但他们追溯起来 付钱等等这个做法 怎么可能会是你过去ISIS 所以这里头背后 乌克兰可能性是非常高 现在开始我们都知道 已经有20%的乌克兰土地 已经被俄罗斯攻下来的 拿在手上 所以后面的和平谈判 随着现在的这种战情 双方都出很招 都打击你能源 发电这种最根本性的设施 看起来很难善良 那现在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 那美国现在这边的动态 我们透过图卡弹令来看到 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 他在10号的时候就向国会警告 说如果美国不能批准 后续对于乌克兰的这些军援的话 那俄国是几周之内 将会想有炮弹数量 是10比1的绝对优势 那俄乌战争呢 现在就已经到了 很关键性的时刻 英国方面我们来看到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研判 俄国一个月呢 能够向前线补充3万的官兵 那军工产能现在已经到达了 开启一天24小时 是不会间断的模式 大量生产从战车 无人机 还有到导引炸弹 这种各种的装备 那我们再来看到 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 他也指出 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开战以来 虽然是蒙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目前呢 已经完全恢复元气 这显然很明显的是 跟之前部分北约盟国 他们原先评估说 俄军要至少花5到7年 才可以完整的预估 这样子 其实落差是非常大的 好 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教委哥帮我们分析一下 为何呢 俄罗斯现在兵力重整的速度 真的是超乎预期 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助力吗 第一如果说你 兵力能够恢复得快 其实很大原因 就是在于你的人口基数 不可否认的俄罗斯人 就是比乌克兰人多很多嘛 那既然多很多这个情况下 虽然说两个国家 都因为二战时期 男性大量的战死 而长期忍受 就是说人口成长的速度 有限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你 乌克兰人毕竟就是 比俄罗斯人少很多 那虽然说 从各种情报的显示 俄罗斯方是属于工方 那工方他在前面两年的 攻击行动之中 的确丧失了当初原先 俄罗斯自己所建立了 这样一个专业部队 也就是全职业营的部队 损失的相当严重 但是俄罗斯人在这两年的战斗中 学习的也的确非常快 而且其实大家真的 也不要忽略一件事 俄罗斯人对战争的 这样的忍耐度 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 他觉得他的祖国 被外邦欺负或被敌人欺负 他们所激起的这种民族意识 其实也不是一般的 这种西方民族国家 所能够想象的 最明显的例子 我常举一个例子 就1920年出生的苏联异男 之中只有10% 活到1945年的5月9号 也就是这之中 1920年出生这些小孩子 男生有90%都在德苏战场上 都损失掉 当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俄罗斯人对于战争的态度 跟想法跟西方人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其实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俄罗斯的兵工 或是军工 恢复生产的速度 从原先的可能 因为最早俄罗斯 这个普丁他所宣称的 是一场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 他也不是宣战 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好像感觉 让队内感觉 我们现在还是跟平常一样 跟正常情况一样 所以他的这种 包含像这个兵工厂等等 并没有完全恢复到 这个战时状态 那现在他开始进入到战时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向俄乌冲突 这个前线的特征来看 他其实已经不再是 甚至于二战时的这种机动战 恢复到那种一战时的那种 那甚至于你说双方的部队 要开始对对方的阵地挺进的时候 一开始你就要先用 这个炮弹去洗地嘛 你要炮弹一边洗地 然后后面一边 要跟着炮弹前面弹幕 往前面前进 那这个时候你的炮弹 耗损量会非常非常的可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 我们今天看到这几个 最近那个俄乌冲突中 激战的这些城市 你现在看到空拍的这个影像 所有的这个防射 全部都只剩下断圆残壁 原因就在这 攻击前 攻击那个攻击前 这个俄罗斯人先用炮弹洗地过去 乌克兰反击 那反击也希望用这个炮弹洗地 来这个收复一些领土 但是俄罗斯那个炮弹 比乌克兰的炮弹多了非常多 而且俄罗斯还从北韩的这个地方 拿到非常多的这样的炮弹 因为西方的炮弹补不尽好 乌克兰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口径不一样 那个乌克兰用的火炮 还是俄系的火炮 它的这个大型的火力支援火炮 是152公里的 但是西欧的是155公里 那这个155公里的炮弹 就是塞不进行152公里的炮弹 炮管里面 那但是北韩它所生产的 大量152公里的弹药 却可以供应给俄罗斯使用 虽然说有人说这个品质不佳等等 甚至包含这个射程不够 火药爆量也不足 但是至少增加了这个数量 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乌克兰 那乌克兰来讲 它就必须要面对一个 兵墙那个马族 然后甚至于就是装备齐全的 二军的地面部队 那这时候它打起来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 是好 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到的是 包括了您在我们图卡当中的 右下方我们来看到的是 瑞士预定6月中旬 要为乌克兰主办一场 多达有100个国家与会的 高层级的和平会议 但是说俄罗斯是不会出席 但是现在克里姆林宫 在洗衣号的时候就表示 说这除非是有俄罗斯要参加 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场 和平的会议根本就毫无意义 这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一向都很中立的瑞士 现在有越来越多 来自欧洲邻国的这些压力 6月主办的刚刚提到的这一场 乌克兰和平峰会 没有二方的参与 周老师您看 大家说会不会只是 轮于走场过场 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 不过现在瑞士的说法是这样 就是说这将是一系列的一个对话 这一次会议只是第一次 基本上来讲 我们看到就是说 最初的时候是乌克兰反对 让俄罗斯参与 那后来是瑞士跟中国大陆共同努力 希望说服俄罗斯参与 但俄罗斯开了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就是说 西方国家要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第二个条件就是 泽伦斯基必要撤回 他过去提出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只要普丁在任 他就不愿意和谈 那其实这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 俄罗斯媒体跟中国大陆媒体 都曾经报道过说 泽伦斯基改变了 他对于谈判的一个立场 就是说不必要 一定要让俄罗斯 不必要求俄罗斯一定要 全部撤离乌克兰所有的领土 但是后来乌克兰方言 没有去证实这个消息 所以这个消息就变成 只是一个各说各话 但我觉得这已经反映出来 就是说泽伦斯基目前为止 不愿意有丝毫松口让步的迹象 这个也使得就是双方的这个会谈 蒙上了一片阴影 因此这个会谈 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果 我觉得现在当然是很值得怀疑 目前大概已经定了这个时间 就是在6月的15 16号 那这个时间如果是在这个 如果到时候就是说欧洲国家 看到俄罗斯不断的这个进攻的话 我觉得当然 泽伦斯基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是 谢谢专家们的解析 我们休息一下稍回来 地点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